结合小美以及曼都来开复合式的餐厅 跟着广告歌哼上两句 打开这小黄杯也打开许多人回忆 走过70年历史的老牌冰品 可不止小美杯冰大受欢迎 Q弹昏贵征服许多老饕 令人怀念的传统口味 将小美冰品事业再推向高峰 冰品在台湾算是一个肉搏战 然后它的单价又不高 尽管本土冰品印象升值人心 但市场竞争者激增 为了拉台业绩 今年6月接任第四任董事长的赖淑芬 推出冰芳新品 从行销然后从广告露出的方法 包含这个image的方法 我们都在做一些不一样 这一只年轻人比较喜欢吃 瞄准年轻人市场 一口气研发香楼抹茶 还有薄荷巧克力冰棒 原来在台湾创业半世纪法郎 曼都二代赖淑芬 利用经营优势 7年前转投资冰品 带领老牌子再出发 做出一年10亿年营收 我们会结合曼都这方法 开这个复合式的商店 因为曼都是做美法 那我们小美可能是做美食 那所以就是美法加美食 利用法郎通路 合计有客户 赖淑芬下一步计划 将结合资源 明年开复合式轻食餐厅 将原本四分之一的市占率扩大 把堪称国保兵的小美 冲出另一个70年 三立新闻余生户情节 台北采访报道 三立新闻余生户情节